这几年娱乐圈乱象不是一般的严重 审美降级各种丑人也要演国王美男 热播的虫子和星诺宁成堂 可谓是让观众大失所望 女演员从当年农艳大美女都变成了统一化标准的白右兽 刘亦菲出演去有风的地方 身材适中却遭到群嘲 金晨 张天爱为了求美受骨临巡 但这还只是表面现象 更深层次的就体现在是习制 各种新二代层出不穷 借着长辈的光辉拿到了好资源 但实力却不匹配 没颜值没演技 全靠爹妈强捧 真该好好管管了 我们的日子 娟子儿子热播的年代剧 我们的日子 前妻的温情和青梅竹马的情感抓住了观众的胃口 但也有观众质疑编剧你确定没有抄袭 请回答1988吗 娟子的回应是抄袭严重了 我最爱的电视剧就是 请回答1988 我想做一个国产的 于是有了 我们的日子 虽然话说得挺浅显 但这一定程度上就是承认借鉴了 但到后期 编剧就开始发疯了 断腿 流产 服御全都来一波 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不过大家应该还没有注意到 编剧的儿子王子乔也在这部剧里 他饰演的是王明忠 就不提这个角色长大就崩了 演员演技根本就没有 就说这小演员其实长得挺可爱的 还有点帅气 所以观众也是对他期待值颇高 结果王子乔溢出来 带着框架眼镜苦大朝身 总是不高兴的样子 老气横穷一点都没有好看的地方 演技就更不用多说了 没有接受过正经的学习 直接就开始演戏 原本明忠手术会是一个特别大的转折点 结果这人演戏的时候 双眼呆滞无神 和雪花他们谈理想 紧张或者释然好歹 有一样啊 可是明忠的眼睛永远都睁不开 眯眯眼睛和别人说话 一点表情都没有 演得不像是先天不遇 像是先天面谈 干脆编剧就直接给儿子改个设定得了 大学的时候 明忠交了个女朋友 全家人都不同意 那明忠表态的时候 至少得是愤怒 坚定什么的优点啊 结果双眼空洞无神 丝毫没有情绪流露 叶眼的都比他好 狂彪吴刚儿子 狂彪李国家一级演员 吴刚可以说是再一次 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实力 将一个青年正直的角色形象立住了 成为了全剧里的一大亮色 但他儿子岳阳在这部剧里 就成了一大败笔 他饰演的高小陈 没有小时候好看不说 一头的黄毛和不自然的双眼皮 看得人格外出息 岳阳的演技也是让人不敢恭伪 虽然高小陈叛逆 但不代表这人不正常啊 一出来就吊儿锒铛 坐着的时候 身子不停地乱动 像是有多动症一样 而且岳阳的爆发力 可以说是不明则已一鸣惊人 不管对方是谁 上来就是一顿输出 不太大的眼睛都要瞪出来 嘴巴大张开 还从嗓子眼里 不断地发出嘶吼的声音 让人想要冲进去 把他嘴巴堵上 回忆里岳阳也是贡献出了一段极其崩溃的表演 因为家里被威胁 他再次使出了浮夸绝招 恶狠狠地喊我干他去 表情争鸣眼睛里 却一点情绪都没有 典型的情绪流于表面 还有情绪渲染戏 岳阳和张颂文一起谈到了陈淑婷 岳阳特别悲伤 五官紧皱在一起 任谁看了都不像是伤心 倒觉得他便秘了 而吴刚采访李则是表示 没有到现场看他 岳阳还表示 任何事都让他自己承担 这条路他既然选择了 就让他自己走 说的是没错 但跟着一起承担错误的 可是观众的眼睛 满江红张艺谋儿子张艺谋导演 一直有国师的称号 他的水准确实是一流的 但一直以来 张艺谋也有想法 把儿女都搞到这条路上 像是2022年 春节当他就和女儿张默合作了 狙击手 但结局就是狙击手 在其他各大影片的轰炸下 尴尬退场 票房数据相当尴尬 到了今年春节当 张艺谋再度发力 拿出了新片满江红 眼尖的网友发现 这部影片里 张艺谋带上了自己的大儿子张一南 这孩子长相一般 反正也属于是放到娱乐圈里 都找不到的那种 但借着父亲的东风 他也在影片里拿到了书记官的角色 比起其他人 张一南还是要脸面的 这个角色戏份不多 镜头也是一闪而过 不过给的镜头还是比一般的群演要长 让不少观众以为这人有什么伏笔和转折 张一南主修的是幕后工作 估计属于是要紫长副业 变影影拍摄期间 张一南就加入到了剧组学习 之后自己的毕业作品也取得了奖项 成为了母亲的骄傲 只能说安心做幕后比较好 出现在荧幕上就没有必要了 毕竟不是科班出身 颜值也一般 好好继承父亲的手艺吧 除了这三位比较典型的 娱乐圈里还有大把啥也不是的新二代 这就不得不提陈凯歌的儿子陈飞宇了 因为出生在罗马 所以不管往哪走都离罗马越来越远 虽然说陈飞宇当时是借着和某顶流相似的面容被关注 但只要看多了 就能发现他还是更像他爸陈凯歌 颜值也就一般般 因为演啥啥胡 陈飞宇长期的代表作都是阿瑟琴作 等到点燃我 温暖你 终于靠着炒CP火了点 他自己还不争气出事 同时双男主剧终于得以播出被称为行业明灯 但凡有点演技也不至于被炒成这样 还有陈飞宇的好朋友欧阳娜娜 代表作陆小葵加油 蚂蚁竟走十年了每一个都是相当炸裂 加上把剧脂纤维的酒店玉袍卖到小一千 没有好的作品却能话题度不断 与属实是没想好好演戏的一位 但可怕的是他还有待播剧如月 永安梦真的可以期待一下了 总而言之 娱乐圈里新二代遍布 还是以啥也不是的居多 能做到出彩的少之又少 那么你会对哪位新二代比较有好感呢